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荷兰人数也达到10923人 以荷兰1700万人口来说 荷兰的疫情也非常严重 对抗疫情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佩戴口罩 但是随着世界疫情的紧张 口罩的产能不能满足需求 所以很多国家需要从国外进口口罩 我国虽然确诊人数超过8万人 但是因为前期就采取了强回地的措施 加上全国人民一条心 所以目前已经治愈了大部分 剩下的确诊人数只有3000左右 随着国内疫情的好转 我国的防疫物资已经能够满足自身需求 并能够对外出口 日前 荷兰方面从我国进口了大量的口罩 用于本国的疫情防控 但是近日荷兰方面表示 我国出口到荷兰的一批60万只口罩 出现质量问题 被卫生部召回 这样的消息引发了世界的关注 因为此前曾经发生过 我国试剂检测证确率较低的问题 但是经过调查发现 是当地医生使用方式不大 才造成了检测试剂准确率拼低 责任并不在我国身上 但是这样的消息 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的声誉 联系了荷兰的外交部和卫生部 了解具体情况 荷兰和我国关系一向融洽 此前我国新冠病毒 已经爆发的时候 荷兰多个企业对我国进行了援助 所以当荷兰疫情严重的时候 我们没有忘记荷兰的帮助 给予了荷兰极大的援助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 在我国的三大航空合作伙伴 东航 南航 夏航 分别向荷航捐赠三批 共击约23万只口罩和15万副手套 华为荷兰分公司 为荷兰捐赠80万只口罩 一批视频会议设备 平板电脑和手机的产品 江苏泰州市硕士生物 向泰州在荷兰的姐妹城市 奥斯市捐助3000份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 荷兰目前感染10923人 治愈2500人 死亡772人 他们对于我国的帮助非常感谢 他们表示 这60万只口罩只是极个别现象 只是不适合重症病房 医护人员佩戴 希望此事不会影响到 两国在抗疫工作方面的合作 也不希望影响到后续的求助 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 这笔口罩或许是有一些情况 但是荷兰方面 绝对没有污名化中国制造的名气 一般来说 我国的产品质量还是非常过硬的 所以荷兰方面不希望这次事件 影响到两国之间的良好感情 本军地只服务于爱军事的你 下期节目再见